轉一出來黃聰漢外界的跳投出手 戰神黃聰漢一顆三分球 拉開台灣直籃 在大巨蛋首場籃球賽序幕 現場球迷歡聲雷動 歷史上的第一個進球 是由台北戰神十一號的黃聰漢 把握住了 中信特攻和台新戰神 大巨蛋點燃戰火 中信特攻使出招牌嚴防 讓台北戰神隊整場命中率 只有百分之三十二 最終中信特攻以八十八比八十一 七分之差搶下大巨蛋首勝 單場MVP則由洋將柯丹拿下 也與對方的壓迫性防守做得非常好 也造成他們很多失誤 然後轉換成快光 把分數瞬間的拉開 那我是覺得整場比賽 我們是打得非常好 不過第一次在大巨蛋 這麼大的空間比賽 硬體設備上 似乎需要更多時間適應 因為他們整個大巨蛋是整個環繞 可是在這麼多球迷的觀看下 其實寒戰術的時候 會很容易聽不到 可能就是稍微有幾個角度 在燈光上會有一點點被影響到 但其實整體我覺得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體驗 也因為原先大巨蛋是設計給棒球賽事 因此籃球的啦啦隊不同於以往 能在觀眾席和球迷一起應援 而站在球迷視角 觀賽距離似乎遠了些 大巨蛋是比較熱鬧啦 人比較多 相對比較遠 對 冷氣比較涼 然後剛剛那個兩個那個很漂亮 剛剛那個螢幕 那邊有兩個燈 有一個缺點就是看不到得分了 第一場籃球賽 一萬五千六百位球迷滿場擠爆觀眾席 超越去年魔獸霍華德來台首站的 一萬五千五百三十七人紀錄 寫下台籃歷史新頁 可見在大巨蛋看球賽 對球迷而言真的很新奇 三選許少榮 教育台報道